非常的恼火 好 谢谢啊 好的 非常谢谢上海的朱先生发表的意见 那我想抓上海朱先生的问题来请教石剑道博士 他提出了大概两个主要的问题 我先从后半段这个问题来请教您 就是说他事实上认为说 周小川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 事实上是显示了中国的担忧 因为目前中国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大的 有7400多亿的美国国债在他们手上 他担心奥巴马总统的刺激经济方案 这样做下去的话 会让他们手上的资产大幅度的缩水 你怎么看上海朱先生这样的一个看法 像我刚才说的 任何国家如果有美国的国债的话 当然关心美国的政策是很可以了解的 因为我们卖的这些债券都会影响到美元的币值 那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让美元越来越不值钱 那中国是最大的持有国 当然中国是最担忧的 但是在中国可能和我这个意见不一的 就是现在中国在自己家里不能用外国的货币 所以他们有那么多的美元 但是却没有办法在国内自己使用 不能买美国的资产等等 所以中国现在的体系是要求他们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 那么美国当然说 可以啊 我们现在的政策对于美元的持有者不太好 我和奥巴马总统还有国会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说法是说 你们是你们自己创造这样的体系的 如果你们不想到这种情况的话 就不要应该要把人民币和美元脱钩 这样就不用这么担心的 所以当然所有的美国国家使用者都可以担心 但是是中国自己创造出这种和依赖美元的这种情况的 所以中国不然就是先改变他们自己的政策 那么美国也应该要改变我们的政策 但是中国在批评美国之前应该要自己先检视 如果他们没有这种体系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回到刚才上海朱先生 他前半部分的问题去请教您 他从上海打来的 他认为说事实上中国能不能走出这个经济衰退 能不能过渡到经济复苏 这些所谓上海证券指数涨幅多少都不是重要的指标 他提出认为就业率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您认为他的看法怎么样 我认为这个就业率的确也是很重要的 比股市还要重要 现在中国的问题 比如说尤其是失业率就业率要衡量是很困难的 因为还有很多从向进来的民工啊 他们会到处迁徙 他们有工作会到城市里 没有工作就回到老家 所以要追踪是很困难的 我之前批评了中国政府的官方的数据 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批评 但是因为要统计这些数据的确是非常困难的 要找到我们需要的数字 衰退是不是真的在发生 这都是很难界定的 对我来说比较好的就是储蓄率 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已经很高了 在危机的这段时间 更高出许多 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这是一个迹象告诉我们 人民非常地担心 如果他们没有这么担心的话 就不会为过雨筹 存这么多钱 如果他们有工作的话 就会想说 不需要存那么多钱了 可以把存的一些钱花出去 所以我认为储蓄率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的确就业率 失业率是比股市要更好的这个指标 但是我认为储蓄率是更好的 好的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听众观众来听 看他们有什么问题 想请黑龙江的张先生也参与我们的讨论 黑龙江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讲说就是金融危机到现在为止 我国的物价基本没有暴涨暴跌 那我现在有问题 假设我政府把美国的国贷大量抛出 美国的现行经济能达到什么 什么样的危机状况 危机 好的 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 我认为他的问题很有趣 所以我想回到先回到现场 请教石剑娜博士 有些人认为目前中国手中持有的一些国债 是所谓的金融原子弹 它其实可以抛售美元来作为一些政治上的交换 你怎么看这样的担忧 它会对美国造成怎么样一个程度的危机呢 石剑娜博士 如果美国的国债处理不好的话 那么全球经济就完蛋了 可以这样说 我希望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 美国经济还有世界经济不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危机 因为中国不应该要持有这么多的美国国债 我并不是要说中国不要买任何的美国国债 但是这个事实是说 这么多的中国经济放在美国的经济里面是一个浪费 人民币是不可以互换的 然后他们不可以把外币在自己的家里花 这种不平衡的体系 中国储蓄了太多美元 让美国的赤字 还有逆差这么大 这是我们政府在抱怨的 还有中国政府也在抱怨的 这是大家都知道了 美国消费太多 或者是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存钱很太少 那么中国花的钱不够多 这些都是问题 中国应该要持有美元 但是不应该持那么多 我不会说这是一个原子 但这比较可以说是一种 是一种让经济不断向前推的方法 就我的理解 我可不可以请问您 是不是就不同意目前奥巴马政府所做的一些政策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的国务卿希拉里克里的女士 到中国去的时候 其他特别提到说 美国跟中国是在同一条船上 他希望中国能够买更多的国债 您是不是心里其实不太完全认同 目前奥巴马政府 这样希望中国多买多买 美国国债的一个做法呢 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为什么奥巴马总统 一直希望人家买国债呢 就是因为他们希望把这个赤字越来越扩大 我们的赤字已经超过两万亿了 比之前的政府还要多了 他们现在赤字要更多 所以当然要再抛售更多的国债 所以他们当然希望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可以买国债 既然我希望赤字可以缩小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这样的政策是好政策 美国不应该向其他世界各国再继续推销国债 我们应该要买一些国债 是要买的 但是不能太超过 他们现在在赤字上面的政策 已经做得过头了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政策是错误的 不应该继续抛售国债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想请辽宁的高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 辽宁的高先生你好 请讲 辽宁的高先生你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的我试看下一位是从西藏打过来的阿旺先生 西藏的阿旺先生你好 请讲 主持人嘉宗您好 你好 我请问我非常赞同山东的孔先生的讲法 其实从世界的人类角度 人类的良心角度来讲的话 中国的态度是很可耻的 中国对世界的经济一定都不承担 上次在英国伦敦 英国伦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 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说的那些话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